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知识点 叫做凹口大阴线上下两重天 这是一个随着主力在不断的变换手法 而随之改进的一个升级版本 希望能够在实战当中帮助到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早在一年前 射手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凹口平衡线 以及什么 还有一个凹底的起跳线 对不对 时过境迁 主力也在逐渐悄悄的改变一些手法 那么我们就应当与时俱进 今天的视频将是动态的修改了凹口的平衡线 后面的一个新的知识点 叫做凹口的大阴线上下两重天 怎么回事 咱们来瞧一瞧 这个票叫做博士眼镜 它从23块09的一个板枪之后 开始了一路下跌 以前我们有一个知识 叫做凹口平衡线上下两重天 是要找那个凹口的大阴 对不对 相信老的朋友应该都记得 但是很明显它在这一段的当中是没有大阴的 关于对于凹口大阴 我们是有一个明显的定义的 它就是指的在凹口处突然下线造成了一个什么长阴矮柱的大阴 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一段里面最多也只有什么中小阴线而没有大阴 对吧 反而是这个大阴产生在哪里 产生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并不符合凹口的大阴 这是一个新的手法 但随之什么 它是不是破了这里的底 它用了一个什么跌停的大阴砸穿了这个底部 但是对应着这根阴的量能大家去看一下 请你与前面对比是不是没有多大的量啊 所以它是真的出货吗 还是更多的是恐吓的一个成分 为什么恐吓 跌破平台血洗筹码 那咱们现在往后面延伸一点 您看一下后面是不是就挤出了筹码 好 这个不是关键 所以的话这根大阴啊 它就成为了日后一个关键的压制骨架上行的阴线 那它呢不属于凹口的大阴 所以它不是凹口平衡线 所以它叫什么凹口大阴线 这是主力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沿用的一个新手法 它是用故意啊 用这个长阴矮注跌破平台 造成股价下跌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就是为了两个字恐吓 对吧 长阴击破你们的持股防线 造成一个什么破位的下行 看你卖还是不卖 那这种凹口大阴线 在很多的票里面都有出现 你看在这个位置 它既不是凹底吧 也不是凹口吧 对吧 但是它有没有效 它站不稳 就是下跌 好 这个叫做复林运业 您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吧 您看一下它后面的打到哪里 就明白了 所以这种手法是对应着什么 后面才出现的 那我们一旦通过复盘 往左看 往前看 看牛股的什么 前世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新的基因 这是一种新改变的手法 好 那我们说回来 它是在很多票里面都存在的 正因为它的存在 犹如一头蓝路的猛兽怪兽 那么将来骨架的上行 就必然会受到它的阻挡 它的压力是不可忽视的 因为说白了 这是主力在这里设的一个局 那解开这个局一定就是它自己 所以它有其存在的什么 重要性不可忽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有一根基因次养的 那这根基因次养 是符合我们基因次养专项课里面的条件之一 为什么 因为它的当天涨幅有多少 它有16个多点的一个大阳 因为它是20厘米的票码 三字头 所以从单一的基因来看 那这个基因次养的质量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按照基因次养 责服什么 建仓 那如果进去 后面反而就尴尬了 为什么 正是因为这个凹口大阴线的存在 那我们很多学习了这个方法的 如果单纯靠一个单一的 基因次养的基因贸然介入 它就容易上当 为什么 因为这个蓝鹿虎 它未经试探 你就别说它过去了 它连试探都没有试探 一旦介入了 那我告诉您 后面就很容易什么 由强开始转弱 你说大阳是不是强 那我们去介入 是不是指望着它能够变得更强 对不对 但是往往介入之后 为什么会产生由强变弱的走势 所以它的效果就会差强人意 让我们进去之后饱受折磨 这也恰好是什么 部分朋友他留言的一个困惑 就是说课程里面这个方法 好用管用 可是我一遇上了 怎么就那么多波折了 其根本的原因 大家可以回想 对照一下自己过去 有这种感触的 是不是当时我们忽略了这个罪魁祸首 那认识了它 以后咱们就知道怎么去操作了 所以我们看到后世 它是不是越走越弱 在这里是不是给你来了一个大鹰 那它是要出货吗 它出货怎么又会涨 但是这一段上涨 说句实在话 它不磨叽吗 咱不难受吗 进去 对不对 所以它连这个位置 它都没有试探 所以主力在未经做这个动作之前 我们一旦遇到了这样的形态 哪怕它是一个基因次仰 咱们干嘛 我要谨慎 我不着急参与 因为着急参与 我们会知道后面多半 它没有效率 但是我可以把它收入到自学里面 来进行养牛跟踪 我们以后遇上这种形态的下跌当中 产生了这种凹口大硬线的画法 与前面教大家的凹口 以及凹底的平衡线 是一样的画法 就在这个大硬的实底 画一条线 那同时这个实底的价格 咱们点击鼠标的右键 有一个条件预警 把这个价格输入进去 就OK了 就不用盯它了 什么时候主力触碰到这条线 那在这个下方 就会弹出一个什么条件预警框 这个就是什么 鱼儿 再开始试探鱼儿 那这个预警呢 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的福童开始上下动起来了 那那个时候你再去看 也不晚 这就是一个什么 省时又省力的方法 好 那你看 它是不是打到这里来 然后的话 对话框就弹出来了 因为条件预警了 我们就可以跟踪了 但是你想 这个位置 距离这个极影次阳 中间差了多久 假如我们进入了 你想 难不难受 受不受憋 是不是射手前面说的 有部分朋友 遇到的这种困惑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捕鱼装置的一个预警 好 那紧跟着主力下跌的途中 它来定底 咱们不猜底 那出了次阳 过阴半 也就是说过了鬼门关 咱们可以什么 试着干 那试着干就是什么 试探性的检查 对不对 这个仓位的东西 前面有讲过 我们就不重复了 但是同时呢 是不是我不用着急的重仓 为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压力位啊 那不过压力 我是要开始卖阳的 卖阳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我的低吸高抛 低吸高抛 等将来打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我前面的操作 我的成本很低了 成本低了 是不是我到后面去加大仓位 那这个静止的波动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什么 让我们的心跳加速吧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波段 所以我们按标准镜 同时强压区间就看好了什么 过不去出了阴 我要学会什么卖阳 这就是买阴卖阳 好那你看 这个阴的石顶 它是过了二一 我们试着干 那这个石顶站不稳 我可不可以卖阳 那不破鬼门关 我可不可以低吸买阴 当然我也可以什么 不买 那保守者 我们讲过 风险厌恶者 我可以安心等待什么 你出一根次阳 把这个阴盖了 重回它的石顶 咱再干 对不对 再给加仓的机会 这就是根据自己的 不同的交易风格 来确定的 都可以 关键是什么 你的进退 一定都要有标准 好 那后面我们看到了 它就拿了一个板 还是一个20厘米的板 那这是不是为缩量 来过了高量 但是这个高量 是首次过 它需不需要后视的确认 OK 所以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盘中 加仓的机会 你没有这样 前面跟着去做波段 去盯着它 那盘中 那说什么呢 那肯定就错过了 所以啊 炒股 我们的关键 是在于自己的个人 对吧 你不可能 哦 我去开了个会 哎 它就涨停了 那奢侈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它涨停之前 还要打个电话给你 别开会了 赶紧过来买吧 不可能啊 对不对 好 那您看一下它的分时 那这里对应着它的价格 咱们就不多说了 是多次什么 给了你一个上车的机会 并且是结合什么 我们反复讲的 正反分时 黄白二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前面说过 那在这个地方是过 但是它需不需要确认 所以它过它不是过 要回踩不破 掉头向上 是不是再次加仓 那有很多朋友 一直在留言说 老师啊 我一操作 我就失败了 然后我就被套了 其实它是讲了话的前半段 老师啊 我一操作 我就是重仓 所以它往下跌 我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跌 因为我的仓位重 看着它下跌啊 我的那个市值缩水很厉害 我又舍不得割 结果它越跌越多 我的市值越缩越多 最后我就成了鸵鸟 只能把头埋在沙子里 那请问一下 它有没有按标准来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试着干 有加仓干 还有加仓干 那您如果一缩子子弹 就在这个地方给打过去了 那后面怎么办 遇上的是这种上涨的 那还算OK 对吧 这就是什么 它想去满仓干 或者重仓干的原因 但是如果遇上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它是这样呢 您有没有想过 好我把它一割 好在这里阴线一缩小 之后呢 好再把阳线一出 好再这样上去了 那我就傻了眼了 对不对 你这个仓位 你根本就是什么 没有严格的遵循这个标准 那您怎么可以去碰这样的票呢 对不对 好这里是讲多了一点啊 因为本片不是讲仓位的 所以啊 本片的重点 它不是教大家买卖点仓位 这些是初级的课程 前面很多视频都有 那我们的重点是教大家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 叫做自动补语法 当复盘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什么复盘 是不是来自于极营次养的专项课 教你怎么复盘 哦 这个东东是个好东东 它是条件之一 OK 我就观察它 哎 让我往左一看 我发现了这个东东 对不对 凹口大音 那我就可以画出平衡线 设好预警伏击圈 那么一旦浮标一动预警 我们就可以闻风而动 抢占先机 那这种操作 与前面青龙诀院里面的效率为王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你要学的会 因为什么 优秀的基因 让我们可以发现它 发现了这个什么 凹口大音 我就设好什么 鱼耳 然后设好了鱼耳之后 这里是不是浮同预警啊 对吧 它就会弹出什么 对话框 那中间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什么 无视它忽略它 它养在您的自选池里 它又不管您要工资 对吧 好 那这里已经浮同预警 请问一下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设好伏击圈呢 好 那鱼耳咬钩 咱们应该干什么 是不是就闻风而动 那最后是否就收获了这个鱼货 那你想象一下 对比与前面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了这个东东 以后还会不会盲目的 因为一个单一的基因就介入 我们就会知道 这种票 咱们别急着上车 咱们设个自动补鱼器 等它浮筒动的时候 咱们再去跟踪 然后什么 去介入 那你想 是这一段的效率高 还是这一段的效率高 那为什么会这样 请问它不是来自于您的自动补鱼器吗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欢迎留言 点赞与转发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